浩門八點檔 廣聲一直在 大家好 這女是立平如鴛 吳千羽已經獲得了私家的認可 他莊榮得體地參加了私家的家宴 與私家的兩任掌權人 親密合影 自此 出身普通的吳千羽 徹底完成了人生的逆襲 約入浩門 雞鞋夢瑤攜手何由關上了鐘艾節目後 吳千羽攜手絲伯紅也出現在了戀中愛的修學類行類 幾期過後 你會發現 吳千羽太清醒了 太現實了 他從來沒想過平凡此生 他就是那種要嫁就家豪門的現實女子 他真的是憑本事家豪門 豪門公子 詩伯雄 負三代 其祖父 詩子清 香港政商界福建幫三大長老之一 中國書法協會理事 詩子清橫是大字經勳章獲得者之一 其父 詩榮儀 指成副業 管理家族產業 任香港行通資源集團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詩伯雄 詩家長孫 名校畢業 名副其實的豪門公子 詩家 百億資產是真正的政商界名流 書鄉門帝 吳千羽在鐘藝中大喜地表示 他從未交往過渣男 因為他在選擇一個男人當男朋友的時候 那些條件差 人品差的就已經被他過濾掉了 自此 關於兩人的討論就從來沒有停止過 前段時間 因為兩人政婚儀式上的蛋糕太少 吳千羽的豪門地位變成遭到了大眾的質疑 好不容易大家關於小蛋糕的議論 才剛剛停歇 吳千羽又在政婚儀式五天後 再次在提熱手陷入了尷尬的景地 而這一次是因為吳千羽在政婚儀式上穿的禮服 據悉 吳千羽在政婚儀式上穿的這件紅色禮服 與賭王千金何超年戴婚時穿的禮服是出自同一個設計師之手 此事出自同一個設計師之手的禮服 看起來 卻是相差甚遠 何超年婚禮上的禮服 金線繁複 處處都透露著設計感 讓何超年整個人看起來 貴不可擋 相比之下吳千羽的禮服 無論是從質地上來講 還是從設計感上來講 與何超年的那一件可謂是天差地別 也正因為如此 網友們似乎更加肯定了吳千羽不受豪門從事的論斷 甚至覺得師伯雄對吳千羽並不是真愛 與此同時 不少網友開始感嘆 吳千羽如果當初好好珍惜當年深愛著他的臨風 人生大概會是另一番章結局 畢竟和師伯雄相比當年的臨風 可謂是恨不得將世界上所有最好的東西 全都捧到吳千羽的面前 出身30億豪門的臨風 雖然和師伯雄背後的8億豪門相去甚遠但 是當年 如果吳千羽當年選擇好好和臨風在一起 也絕對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據悉 臨風祖父是畢業於黃布君校的過民黨小將 父親是在廈門有著廈門李嘉誠之稱的房地產商人 坐擁30億資產 更重要的是 臨風本人非常歲氣 而且自身 也肯有能力 當年臨風一畢業便憑借著自己的歲氣的獎商 一頭扎進了娛樂圈 拿著顏值這張王牌 再加上臨風也確實肯有演戲天賦 讓他很快便在娛樂圈裡混出了名堂 成為香港娛樂圈裡 隻手可熱的演員 背後是豪門 自身硬件條件又好 再加上明星光環 那個時候 臨風身邊圍繞了不少風情萬種的大美女 面對著角色美女的頭懷宋譜 臨風也先後和理財業 宗家欣 以及潘雙雙等香港女星 傳出過飛聞 然而 這些女星 使盡渾身解數 卻始終走不進臨風的心 因此 臨風的這些戀情 只是痰花一現 很快便腰折療 直到後來 臨風在劇組蟹後了 小十五歲的吳千語 臨風才忠於動了真心 彼時 十九歲的吳千語 一憑一笑 都讓臨風心跳加快 這次臨風在其他女人那裡從來沒有過的愛情體驗 於是 甚至在吳千語拍戲的時候 臨風甚至忍不住跑去偷看 不願意錯過關於吳千語的一切 而剛好吳千語對臨風這個已經拍過很多戲 演技上已經很成熟的演藝圈前輩也很有好感 兩人很快走在了一起 當年 在兩人確認完戀愛關係之後 34歲的臨風再也不服之前的穩重致詞 高興地漲個毛頭小子 因為太過激動 臨風甚至直接官宣了兩人的戀情 想要和全天下的人分享這個好消息 由於兩人的年齡差距太大 臨風還因此 遭受了不少的非耳 被不少人指責老牛輕亂草 配不想吳千語更何況再和吳千語戀愛之前 臨風還有著豐腐的情史 尤其是後來大家得知吳千語是名門千金之後 大家就更覺得臨風配不想吳千語了 然而 他的父親過買叉燒的 母親沒有工作 一直在家裡做著全職太太 而當時香港娛樂圈 之所以會有吳千語是名門千金的傳言 是吳千語出道後 背後公司為了捧紅吳千語 及吳千語披的一層假外衣 不僅如此 廣媒還透露吳千語的母親 在吳千語狠少的時候 便開始及吳千語灌輸嫁入豪門的思想 希望女兒能夠通過家人如若龍門 於是越來越多的人 開始覺得是吳千語高攀了臨風 甚至覺得吳千語是衝著臨風背後的豪門去的 只不過大眾的看法 並不影響臨風對吳千語的寵愛 在和吳千語的這段戀愛中 臨風對吳千語的愛張揚又熱烈 因為希望吳千語感受到自己的濃烈的愛意 臨風可以在自己的演唱會上 一年對吳千語說七個好愛 因為知道女孩子都喜歡逛街 買買買 臨風又經常帶著吳千語 往數各種名牌店 而且每一次吳千語在前面買 臨風都跟在後面 幫吳千語拿爆 除此之外 在吳千語生日的時候 臨風更是帶手一揮 直接給吳千語送料一棟價值三千萬的豪宅 而臨風對吳千語的這種高調的愛 也很快傳入了臨風的父親臨華國耳中 看著兒子整天圍著一個女人轉 給一個女人買買買 縱然臨華國家底豐後 也無法忍受兒子如此揮霍 於是忍無可忍的臨華國 直接放棄了對兒子臨風的資金支持 為此臨風還跑到所在公司 預知新水 然而預知的新水也被吳千語很快花園 然而即便如此 臨風依舊不願降低吳千語的生活質量 無奈之下 臨風做出決定 到片酬更高的內地發展 此事讓臨風沒有想到的事 這個決定 會讓讓他徹底失害吳千語 當年 在臨風將事業轉移內地之後 自然無法和吳千語整天連著一起 也就是這個空隙 被臨風填寵了五年的吳千語 一點點遠離了臨風的世界 一開始吳千語被拍到了 幫助其他男士放風小戒的照片 因為對方並不是什麼荷門公子 也沒有做出的成績 因此 臨風雖然心中不悅的 按時卻也沒有太大的危機感 直到後來 吳千語在和圈內人士聚會的時候 公然坐在斯伯雄腿上的照片傳出之後 臨風才忠於意識到 自己真的要失去吳千語了 因為從家庭背景上來說 臨風背後的30億豪門 根本沒有辦法 和斯伯雄背後的8億豪門相提並論 更何況吳千語在那麼多人的眼睛底下 坐在斯伯雄的腿上 就意味著吳千語移情別戀的事情 已經不打算瞞著臨風了 因爲甚至留不住吳千語了 臨風無奈只得選擇了放手 體面退場 於是兩人在2018年 官宣了分手的消息 在和吳千語分手之後的狠長一段時間裡 臨風幾乎將自己全部的心思 都用在了事業上 寫一樣臨風感情上 仍來了狠長一段時間的空窗期 直到遇到了性格溫緣的內衣無得張興越 知首後來臨風遼到前任時 直至曾經被前任PUA 對方總是把自己的思維方式強加給他 甚至說對方會要求他學很多東西 久而久之自己會變得很自卑 反過來誇自己的現任妻子 如何言為給他足夠的支持和空間 如此明顯的拉踩和貝刺前任 也被網友認為臨風的做法狠下頭 當初愛的時候狠愛 分手了就反過來貝刺 似乎不該是大丈夫所謂 而臨風的妻子更是赤裸裸的明都上陣 直至吳千語表面上雲淡風興 背地裡不見得什麼都沒有 連網友都看不下去 勸他不要再拉踩別人抬高自己 這樣才會拜光臨風的路人園 效的事 最近斯伯洪和吳千語也參加了 一檔真人受愛的修學旅行 在這檔節目中 大家仿法看得了全然之愛的吳千語 他呈相超高 處理問題心言兩語處理的合當又自然 肯會跨人 比如跨朱丹像自己的媽媽 朱丹剛要發作 他直接轉折說 二人笑起來都肯有福氣 對於前任卻是絕口不提 斯伯洪更是吸足了吳千語尊崇 甚至非常認可他的能力 認為他是一位獨立的女性 二人婚後即便有孩子 也不想讓吳千語因此放棄工作 甚至說依絕立好計劃 將身後資產全部交給吳千語 在吳千語生日時 他更多毫不被諱的表達 是吳千語吸了他足夠的尊重 教他自強 因此他才不會讓路人的意見干擾到自己 自我尊重 樂觀開朗的過日子 相信未來 兩人會在最本真的生活中 感受到細水場留下的幸福婚姻 好了 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裏了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評論 請多多訂閱和關注 我會持續為你帶來更多精彩內容